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表演 郭里王各界身体是好死 那是一般人不能忍受的 他能忍受 忍如波罗咪修圆满了 圆满就成佛 释迦牟尼佛不但没有丝毫怨恨 郭里王 真的感恩他 临死的时候告诉葛里王 我将来成佛我第一个度你 释迦牟尼佛实现成佛了 第一个得度的 乔臣如尊者 乔臣如尊者的前世就是葛里王 佛说话说话 不是说假话了 他称佛真的第一个度导 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教学 第一个证阿罗汉古的 就是乔臣如 说话算话了 所以修行在哪里 修行在日常生活 修行在处事待人介物 修行在工作当中 一切证一切 一切处都是菩萨学处 看你用的什么心 你一念谜你是凡夫 你一念觉你就是佛菩萨 什么时候你能看到 所有一切人 你喜欢的人 你讨厌的人 你怨恨的人 统统都是阿弥陀佛 恭喜你 你净土中修成了 那你不往生谁往生呢 所以如来又报神 我们知道 我们现前的神都是报神 也报神 我们要善于运用 这个也报神 能够跟佛的报神 能够联系得起来 这都不是假的 可以连起来的 一句阿弥陀佛就连上了